鼠樓的耐心應對 溝通欠佳 老師給你三顆心 鼠樓的觀眾朋友在虎年的時候 無疾心落入 所以虎年在工作上會一直花費心力 對外傑是一些自己所負責的部分 容易碰到很多聽不懂你在講什麼的人 所以你會覺得在溝通上 做得很累的感覺 你需要多點耐心應對工作上的人事物 這樣才不會影響到你工作的心情 在財運方面容易衝動行事 需要保守理財對你比較好 那老師也建議你要多穿黃色系列的衣服 可以幫助你整體生肖運勢加分 發財 是 我覺得到了2022年 那麼在今就是虎年的到來 那麼我們西洋來講就是一個 就是木星進入到雙魚座 我們可以說2022年是雙魚年了 那麼大家都想要發財 而且是要拒付 那麼我們現在就請觀眾朋友 我們主持人來做一個這個陶螺牌的測驗 來請你選擇 暗情不行財運應該可以了吧 我看看 C好了 我選D 好 好 我們直接看答案囉 好 沒問題 觀眾朋友都選好 我們就看答案 來看A的部分 好 A的部分不錯 發財指數是90分 是峰迴路轉 谷底翻身 80分 對 這張牌它可以仔細看一下天空當中的星星 它是一個光芒 是一個希望的意思 就是說如果你現在的 今年的這個運氣不好的話 對 它要需要一個峰迴路轉的一個部分 那麼明年就可以谷底翻身 所以要把握堅持下去 越來越好 對會越來越好 來看B的部分 來 發財指數30分 這比較差 可能現場有苦煮 因為已經笑出來了 我選A 我選A 哈哈哈哈 來 這張牌是塔羅牌當中的塔牌 塔牌它是一種天錢的暗示 也代表是說 可能老天爺就不要讓你賺錢 比如說假使現在 因為疫情很嚴重 如果說你是做飯店業的話 其實今年就是打擊很大 那麼就大家都不敢出門 那麼它會有一些 需要注意的一些環境的問題 那就要建議你要修復積德 不要妄想 就是發財指數是比較不能夠啦 重點就是不要繼續虧錢 是重點 守住現在有的就好了 守住現在的 對對對 來 我們看C的部分主持人 耶 轉運了 終於真的轉運了 你剛剛在 我在講那個圓環的畫面的時候 你是不是有觀想 我非常認真 對 我在想像 等一下要去走一下人愛圓環 好 有觀想呢就馬上成真 發財指數是100分喔 2022年呢會是你黃金之年 是必定發財喔 所以呢我們的主持人呢就加油 剛剛的密法呢一定要操作喔 那麼重點是先轉念 好不好 轉念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 D的部分 好 也不錯喔 發財指數有90分 是生活的穩定 知足常樂喔 那我能夠在這個跨年夜能夠在歸節目露臉 就是 出場了 90分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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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繼續再往下看下一題 投資方向 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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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獲利的機會了 那麼新的年度大家一定要展望一些新的方向 那麼ABCD呢給大家一個方向 在2022年喔配合木星進入到雙魚座的時刻喔 那麼它是一個轉運的時機點喔 好 那麼一定要把握這個機會 它能夠做到非常好運的開始 我們來 ABCD你選哪一個 D 我選B B 好 好 我們來看答案囉 來 選A的朋友來看一下 發財指數是80分 可以關注呢 運動的商機跟健康的事業喔 A的部分呢 這張牌叫做教宗牌喔 教宗牌呢就代表說 你要賺錢喔 不能夠單打獨鬥 一定要團體喔 這張牌的一個重點是團體 你運動的商機其實就是要號召 很多喜歡運動的人 像潘若迪老師他有很多的客戶群 他有很多的粉絲 他有很多的一些熟女的一些這個支持者 他就是要號召大家一起來運動 那麼他的這個機會就會大 那麼健康事業也是如此喔 要好的東西大家要來分享 所以選到A的朋友 兩個方向提醒你 運動商機可以把握 健康的行業也可以把握 但重點是要人 要團隊 喔 要團隊 好 我們來看一下 B的部分 好 好 B的部分呢 是發財指數是70分喔 是長壽的商機 是食療的產業 因為現在呢是疫情的部分 大家對於吃東西都非常重視 吃什麼東西能夠幫助自己提升免疫力喔 吃什麼東西能夠幫助自己有很好的抵抗力喔 不管是那個呼吸道的幫助啦 或者是腸味道的幫助啦 或者是能夠幫助你延緩老化的幫助 或是幫助你腦力不要退化的喔 很多這種跟長壽商機有關的食療的部分 我覺得如果說你是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關注在這個部分 對你來講是可以有獲利的機會 那如果說你本身不是從事這個行業 但是你可以投資做這個行業的公司 比如說生技股啦 或者是醫療產業的公司 有些公司品牌他們有投資什麼長壽春啊 或者是什麼漸減的這個行業啊 你去買他們的股票就沒有問題了 C的部分 來發財指數是90分 網路的商機虛擬的事業啊 所以我們很多粉絲朋友我發現 尤其是婆婆媽媽 他們的第二春啦 事業的第二春 都是在網路上面做一些 呃代購啦 媽媽團購啦 或者是說一些這種網路上面 你有自己做的一些食物啊 或者說你幫人家從國外買一些東西來 對 在網路的部分 我覺得你可以下足功夫 其實機會還是很大的 如果選到C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網路上的部分 是你創業的一個黃金股 要努力的去挖礦 來看D的部分 哦 100分 發財指數是100分 11住行呢 是女性商機 就各行各業都可以做 而且重點是女性的產品 比如說你要做服裝 你就要做女裝 你就不要做男裝 因為女生呢 在採購力上面 其實還是比較大的 女生的錢比較好賺 是是是 所以選到D的朋友 因為這張牌呢 是桃羅牌當中的皇后牌 所以女性的商機 女性的小飾品 女性的服裝 女性的服務 其實都是可以把握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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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